好的各位朋友,我又來抽卡了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體力已經太多了,請消耗一點再領吧 所以呢,體力的上限就是4850左右 你就不能夠再獲得任何的體力了 昨天的視頻說過抽鳳凰男,我們不擇手段 所以今天就準備更多的限時招募券 看看到底多少抽,才有可能出我們的限時角色 好的,精英420,強者168,限時243 我們開始招募解析中 昨天的視頻呢,我跟大家講過啊 如果你的券在40張以下千千萬萬不要去碰不要去抽 把它留起來 至少等多一點再碰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抽到 沒有抽到的話,你再儲值一些金額也許就可以取得了 千千萬萬不要亂來啊 那我們今天準備進行第20抽 我們先使用單抽把這個三張給用完解析中 解析出來的是十字鍵 好的,我們再準備再按一次招募一次 消耗一張限時券獲得我們的睫毛 好的,再招募一次,按可以團圓 那接下來就準備進入壓軸好戲了 230張我們使用了10張 我們到底還要花多少張才能抽出我們的鳳凰男 準備 OK,Let's go 解析中 這浮力挺深啊,一直給我們跑出來啊 阿娘回來啊,又在中段我們操作了 不過絲毫沒辦法影響到我們抽卡的性質 目前使用的是第30抽 一樣的解析中 前面30抽大家請放心啦,是絕對不可能出來 我們的鳳凰男的包括 其他SSR卡的機會 實在是太難取得了 好的,我們第30抽又很快的抽完了 好的,進行第40抽 230抽 汽車人2隻 馬上開始調查吧 彈簧鬍子 好的,最精彩的40抽已經用完了 接下來就是重投好戲 40抽到180抽機會 都很有可能獲得我們的鳳凰男 運氣好也許就是50抽 但大部分運氣好的玩家都要到60抽左右 才能夠取得限制角色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目的其實是這樣子啦 我們抽到鳳凰男之後就會直接暫停了 剩下的卷會留到 下一次再抽一隻新的角色 這樣子呢 240張限時招募卷就可以獲得2隻限時角色 實在是非常的CP值高 好的,我們再解析一下 目前應該是進行第60抽了 60抽究竟會不會出來了呢? 還是沒有出來地獄男 所以過去我們在很多地方看到有人同時間 10抽就跑出2隻SSR 其實是有可能的啊 只是那個機率很低啊 好的,那我們60抽目前還是沒有獲得我們的鳳凰 那我們出來再看一下 看到這帥氣的紫色的翅膀跟綠色的眼睛 我們就知道我們這一次能夠取得我們的鳳凰是勢在必得了 好的,目前第70抽 哎呀,這個不是福克高嗎? 我就是不喜歡這個福克高啊 非常的討人厭的一隻角色啊 還出來了3隻4隻的盜賊團員啦 破紀錄啦 好的,我們再解析 下一次解析中 解析完成 80抽了 獲得我們的 又是福克高啊 阿娘喂啊,那麼多福克高啊 沒關係 第90抽再給他抽下去 堅持住 很快 東西就是我們的了 好的 這一次沒有出現福克高 這樣就是成功了 獲得我們的聚合鐵 這一次就關鍵了 第100抽啊 破百抽 獲得了 沒錯 跟我們走吧 帶你去我們的大本營 他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鳳凰男 哇靠 羽王 哦 福龍 福龍什麼,沒看到 哎呀 這個跟汽車 福龍為一體的怪人啊 我以為是福龍便當啊 我的媽呀 總之呢我們就是花了 100抽 就取得了我們的鳳凰男的 還剩下140抽 下次還可以獲得一隻 SSR角色 限定角色 那我們這個時候再過來 看一下我們使用了多少券呢 使用了103張 好的 本期視頻就到這邊啦 等一下 我再把我儲存已久的體力 以及千萬元的現金 通通灌給我們的鳳凰男 給他吃到飽 吃到撐為止 好的 晚點見啦 再見了 我的朋友們 掰掰 掰掰